Hello 今天呢 要给大家update一下 我最近使用这个Dior新出来的一个系列 Backstage的使用感受 东西都在这里 我给大家简短的说一下吧 本来我这一系列就长这样子的 它一盒一盒是这样子银色的盒子 它有腮红啊 然后lip palette 就整盘都是口红 还有contour 还有高光之类的这样子的一个contour palette 最后还有眼影 它眼影有暖色和冷色两个系列 然后再是他们新出来的这个小奶瓶 这个粉底液 本来这一系列我是 已经准备录一个就是专门的系列 来给大家试这个 第一次上脸Dior Backstage这一系列吧 但是我非常非常失望 特别是这个小奶瓶 其实我现在目前来讲 不是特别的喜欢它的妆效 我觉得它是只是很浅的 遮盖了一层表面 我感觉我像放了一层涂感液 而且是有点过期的那种 就是挺卡的 干的地方也卡 眼下也卡 还有包括这边就比较多瑕疵的地方 也是整个都比较浮 没有说遮盖到 左边脸非常不漂亮 这个妆效 我是粉底嘛 我一开始就是review里用的 就是这一支 然后整个感觉是刷墙的感觉 然后反正就是不太适合我的皮肤 然后off camera之后又试过几次 反正就是怎么样都跟这个很不贴吧 就感觉它是一层浮在上面的粉 然后不太能够进到皮肤里 它就是表层浮在那边 所以我觉得它妆感是非常非常不漂亮的 所以这个奶瓶我就pass掉了 然后再跟大家讲一讲 剩下这几盘用下来我的一个小小的感受 如果你对这个Dior Backstage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听我说一说 首先呢 就是总体来讲 这一个系列我都是觉得挺disappointing的 没有说什么很好看 很漂亮的亮点 那唯一一个我现在觉得还不错 但是我也不太多讲 因为我只用过好几次而已 就是它的有一个setting spray 也是Backstage系列 然后它那个喷雾出来呢 我拿给你们看 名字叫做Airflash Radiance Primer and Setting Spray 就是又可以prime又可以set嘛 它喷雾我目前用下来就觉得还可以 定妆功能也还ok 但是就没有用特别多次 所以还不想讲太多 我觉得它比较酷的地方 就是它喷出来呢 它不是像我们传统意义上那种喷雾 是水状的 它出来就像一个喷头发那种东西 气体而已 就没有那种水珠啊什么的 比较新颖的一个产品 然后完了以后呢 就剩下几盘我就觉得挺失望的 首先我们先从这个contour palette说起 它里面有一个 有两个highlighter 然后两个contour 那两个highlighter 你们可以看到这个颜色呢 就是没有办法做到highlight 它在脸上完全又没有任何的光泽感和提亮的效果 就是挺普通的 甚至有的时候颜色就是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淡了 你看不出来什么感觉更像一个定眼下的那种粉质吧 就它那个粉呢 说不出来就没有什么好看的颜色吧 另外一块这个highlighter的颜色 你看是比较深的 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个皮肤来讲不太OK 然后这两个contour 你可以看到这个是发红嘛 也不太OK 就连补发际线都是非常非常勉强 就你可以看到 除非你是红头发 Annie小朋友应该可以用这个 就这个是发红的那种补发际线的东西 然后这个contour呢 是唯一我觉得这一盘里面可以用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很值 因为你买一块这样的盘回来 然后只有这一个颜色的可以用 而且这个粉质啊 或者说它的那个颜色 也不是说非常非常好 它有一点点冷 所以搞不好就是刷上去 我觉得有点脏吧 反正在我皮肤上 这一盘我不喜欢 然后呢 再是这个lip palette 眨眼看上去也是挺漂亮的嘛 因为它有好多个颜色 然后这颜色你可以自己去进行配色啊什么的 叠加啊什么的 但是我跟你讲这个颜色也不是很好吧 就是我不知道是包装还是怎么样 反正它就是感觉里面那个东西都是干干的 涂在嘴巴上就是很薄的一层 也是像paint一样 我觉得这整个系列 包括我刚刚那个小奶瓶 这个粉底液也是 就是像那个油漆一样 就浮在了嘴唇的表面 没有一种涂口红的感觉 刚上嘴是有一点点黏的 然后过一阵子它就不太黏了 就是属于比较薄的一层颜色 那我每一个颜色当时都有在嘴上 就大概试一下吧 就没有一个非常抓到我的心 我觉得这盘也是很普通吧 好然后再说最后的眼影 眼影呢我今天用的是这个 眼影是我刚刚讲的这几个产品里 我觉得唯一就是过得去的 但是也不是说哇好美好值得买那种 这盘是59加币 然后眼影呢我觉得比较好的地方 反正这里有一块primer 眼睛眼皮上一个打底 相当于它是 比如说你出于旅游的话 你只带这一盘 它里面就有一块primer 还有各种颜色 那这些颜色也是 粉质什么都挺好的 挺好晕开啊 然后也是比较 没那么显色 比较自然的 透亮 轻轻透透那种感觉 也是搭在眼睛上 也不会让人觉得很漂亮 我觉得也是用了这个 你知道意思吗 就是属于一个很普通的眼妆 这是我对backstage的一系列 反馈 OK 现在呢 我想开一些最近说到的箱 上身给大家看一看吧 这件我衣服还挺喜欢的 是urban outfit 买的 然后前面是这样子 spaghetti的袋子嘛 然后后面还是比较好看的地方 有两条线绑着 就是还挺夏天的 先从topshop开始 住的加拿大小朋友 在网上听topshop不划算的 因为他每次过来要打关税的 然后关税还挺贵的 我这一次这一袋过来 我忘了这一袋东西多少钱 反正关税交了80加币吧 就是店里呢 有一些网上我看中的款 店里又没有 所以就是很纠结很纠结 偶尔我还是会去他们官网 下一下的 有一套黄色 我最近很喜欢黄色嘛 然后买了一套那个上衣跟短裙 这一起的是牛仔样式的 然后这个衣服啊 是那种短装 小短装crop top 里面其实应该就是 夏天的话很热嘛 里面也穿不了什么 可以裸着 或者穿一个内衣 再穿这个外面的吧 不过还是应该挺热的 但是有的时候你知道 就是室内啊空调什么的 特别冷 特别是香港啊这种地方 室内的话我就觉得 可以穿这样子的衣服 这个黄色是什么黄呢 这个是柠檬黄 就很亮的一个黄色 然后是这种小短装 还蛮上镜的 这黄色还蛮好看的 不好看吗 为什么呀 扫皮 它过来叼了一根自己的骨头 然后超咪咪的走掉了 它的短装是大概短到这里 就是在腰线以上吧 这样子的 还挺好看的 不过就是夏天穿会有点热 然后这边有一副墨镜 但是这个墨镜戴上去 就是会改变你世界的颜色 topshop啊虽然墨镜很便宜 它还至少会送一个袋子 给你装 还不错 这个pouch质量蛮好的 还有一个这样子的外套 看着就热对不对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很喜欢这个牛仔加毛毛的东西 然后之前该穿这种类 这种东西的季节 就是秋天嘛 就一直没有买到合适的 然后现在反而夏天 我看到一个短装 我觉得还不错 毛在这个领子上 反正挨不到我的皮肤 所以看着 就是你们看着着 我其实还好 这件衣服好不好看呢 你是不喜欢短装吗 这里拍不到的 我妈说我的胃秃出来 我说你们看不到的 然后呢 还有一件 这个是那种比较贴身的 就类似我今天身上穿的这一件 这跟我身上的这个真的挺像的 但它后面绑带是交叉的那种 就不是像我 现在这种是一条一条两条线 它也是这样横着的一字 我觉得胸小的人穿这样子的 会比较好看 因为它也不会让你漏勾 然后我觉得我肩膀这边 会看起来比较瘦 所以我还蛮喜欢穿这种型的衣服 Superhero liner 是它的眼线笔 另外一个是 It Superhero Volumizing Mascara 这个出水还好 我现在换了两笔 它都是那种比较浅 比较细的一个黑色 不是那种Superblack 那个笔尖是属于比较软的 对我这种喜欢拉尾巴的人来讲 还不错 这个笔 那昨天刚到了一个 那个Urban Outfit 就跟这件衣服一起买的 一件小裙子 我试给大家看嘛 我觉得还挺可爱的 那这就是另外一件UO的裙子 我个人比较喜欢 刚刚那一件平领的 因为我觉得那个看起来 稍微中性一点 性感一点 这件呢就比较 没有什么杀伤力 就很小女生 很女孩的感觉 不过我觉得 喜欢这一件的 应该比较多一点吧 就很可爱 很青春活力的那种 它下面是这样子松开的 领子挖的比较深一点 所以脸会显得小 今天开箱呢 就先到这里 我们下一次再见 Hello大家好 你们知道我现在来干嘛呢 我现在来买海鲜 最近我想减肥嘛 所以晚上都吃得比较少 比较健康 特别是主食啊 什么都不吃 我就是比较吃海鲜啊 之类的 然后我今天晚上打算 给大家做粉蒸 不是粉蒸 粉丝 蒸袋子 粉丝蒸袋子 像次我买的一个螃蟹 配饭的那个酱 很多人说买不到 我现在在阳光超市看到了 给你们拍一下 就这个 要讲别人吃这个很好哦 我觉得袋子又好吃 然后又是清蒸而已 很方便做又健康 这个好白 这个怎么是红的呀妈妈 袋子剥好了以后 我就来调一下 切一下蒜 切切切切切 然后蒜蓉粉丝和袋子 就搞定了 粉丝我已经泡起来了 太多了 好了我的袋子已经ready to go 在这里 然后水现在再烧 烧开了以后 我们就把它放上去 然后大火蒸8分钟就好了 各位大家好 妈妈带我去看皮肤病了 因为我皮肤上 有一点点脚薄 怎么办 我好害怕 只要看医生了 妈咪看 会不会 好好的 谢谢 谢谢 我等下 我不能看 我不能看 我看 他先 萨皮你现在多重啊 我现在知道 我只要快点等你 萨皮有点怕 很高 瘦了0.7 32磅 32磅 我天呐 high five 有些皮疙瘩 他似乎会刮到它吗 不 真的 索皮身上刚刚做了一点测试 他们刮了一下他的毛什么的 看他里面有没有细菌 然后索皮的胸口那一块有好多好多细菌 所以现在医生要给他开抗生素 给SOP买了一个小大象 然后他发出声音特别像 我来吃饭啦 里面还蛮好看的 是想这样的 这里是意大利产 中文字幕作词〟 今天就来给你们展示我的厨艺 这个是等下淋在牛油果还有鸡蛋上的酱 我最近买了一个这个 这个是专门把牛油果刮出来的一个东西 然后我发现牛油果它不是有不同的大小吗 有一些小一点的牛油果它这个刮是刮不好的 所以你要得买大一点牛油果 才能用这个猪八戒的耙子给它给刨出来 我给你弄了牛油果 其实就是牛油果披鸡蛋和面包了 嗨 Charlie 今天我们是母女帽子 然后我们今天准备去水族馆 多伦多的水族馆带Charlie第一次去看鲨鱼啊 看海豚呢 不知道有没有海豚 还有海溪 还有海溪是不是 跟小姐姐们笑一个Charlie 咖啡妈呀 我涂了口红 今天是Cicely的18号 很早之前做过一次 GET READY WITH ME的那一支 就是我说有一点点像Ruby Wood的那种 很雾面的口红 然后我今天涂了两层 最近Charlie开始加腐蚀了嘛 然后她看到碗就整个头往前凑 然后吃很多 就是很喜欢吃虎食 怕奶量啊什么也都很大 哦对 最近啊 我们去撑了下6个月的女婴哦 20磅 超重的 今天的粉底 我拿出来了很久没有用的DW Double Wear 然后我就用了一点点 我觉得还好哎 挺好的 挺好的 这效率真的是很高 颜色是EC1 我感觉我好像变白了还是怎么的 以前用那个颜色呢 觉得好像有点比脖子白 哦脖子变白了应该说 我现在好像涂了以后 跟脖子颜色还是差不多 哎我今天特别好看 底妆是DW Double Wear 我跟你说 还是这个底妆遮瑕疑 我今天脸上这个高光用的是BECCA的Moonstone 对 对 给大家看 Mac新出的一个口红色 Mara cash Mara cash Mara cash是一个词吗 Mara cash 嗯 我们现在在水族馆隔壁吃饭嘛 然后刚刚经过水族馆的时候 因为今天是加拿大国庆节 所以是一个节日 全都是那种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 好多好多的小推车 我觉得一会儿水族馆应该人会很多很多 吃完了 我们现在去水族馆 太阳好晒 现在都已经6点了 7点了 然后我们想说 ideally让他在七八点钟之前回家 因为他还要开始吃腐蚀啊什么的 我们现在在一个像洗礼的传食袋上一样 小冰箱 最后还要是洗礼的 洗礼的 很舒服 短短的逛完啦 然后我们现在差不多要带Charlie回去睡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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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过了他的睡觉点 他就会很生气 很生气 好 那晚安 好 哈啰 刚刚到了一个日本的wowbox.jp 它有就是像一个Monthly Subscription 就是每个月你可以选什么零食啊 美妆啊之类这种彩妆盒子嘛 这个呢是WOWBOX他们上一次email给我 问我说想不想收到一个试试看 我想说OK 满满一盒 我想说今天可以在相机面前吃一下零食 顺便测一下这个底妆 这个底妆是LAPERRY的LP那个鱼子酱气垫 还挺贴的 目测过去啊 就这些东西好像都是像多伦多本地大桶华 什么都没有卖的那种日本零食 就的确是我没有见过的 所以还挺新奇的 首先是这一个食物纤维铁啊 酱油味的一个好像是饼干吧 然后他说的是用的是百分之百国产米 很多东西都可以用中文就联盟带猜的猜出来 啊说到日本 我90月份应该会去日本玩 现在目前决定的是去东京跟Kyoto 中文叫什么我突然间忘记了 就那个特别有日本浓厚气息那种 我应该会吃爆日料 所以到时候出来vlog 应该会完全不惊讶的发现我每天都在吃日料 OK这个饼干是长这个样子的 然后上面有一些芝麻什么的 可以促进头发变黑 然后最近啊我头发真的就是有蛮多白发的 感觉好健康啊 就它那个饼啊不是那种像汪汪雪饼那种炸的啊或什么的 嗯 我们看看卡路里吧 咦 就它上面啊是有蜂蜜这个图片在这里 你是说这个饼干蘸蜂蜜是会好吃吗 卡勒逼这个牌子 这个 我有吃过他们家的小薯条啊什么的 然后这个豌豆没有试过 试试看吧 它里面每一个薯条就是像这样子豌豆的形状 嗯 卡勒逼 never fails me 我很喜欢吃他们家的各种甘蘭零食 就他们家的味道 昨天其实我才吃完一包 他们家那种带着起司味的薯条 我觉得他们家味道做的很重 就是嗯所有的满嘴撑进去啊 就嚼的时候就是满满的味道在嘴里 然后啊就是零食方面 我还是蛮喜欢吃烹化食物的 这一袋是126卡路里 还好不算特别多吧 绿豆尾 正好我今天很饿 中午啊我吃了一半的蒸拌面 你怎么脱妆了啊 眼睛 不会啊 你自己看吧睫毛下来了 哪里的 底妆你脸部的底妆怎么样 嗯 嗯 那我看一下 那我看一下 刚刚妈妈带着Charlie从外面进来 哎 你们又没关 哇 这个也可以 可以说是看着超健康 上面是香蕉 啊 坚果 蔬菜 14个种类的野菜 应该就是青菜的意思吧 然后加上三类的水果 然后再加食物纤维 适度纤维 还是纤维 纤维吧 这类东西通常来讲都不是我的菜 因为我喝饮料 哎呀我就喜欢喝咖啡 除了咖啡以外 我都没有说特别喜欢喝的饮料 包括奶茶啊 我都也还好 就不是一个很很喜欢喝饮料的人 反正 哇 胡萝卜味 破壁而来呀 这个胡萝卜的味道 这个应该就是 可以说是非常健康的 我很久没有喝这么健康的东西 它的过期时间是18点9月28号 还没到 它到嘴里那个味道 有一点点巧克力奶的味道 是里面有加巧克力吧 还是说那是那个 核桃 坚果的那个味道 134cal OK今天我给你们看一下 我晚饭肯定是不吃了 不能再吃了 再吃就要胖了 我给你们讲 我平时通常来讲 胡萝卜汁是我的大忌 我跟蜡笔小新是一样的 我非常讨厌胡萝卜 但是青椒我很喜欢 那胡萝卜呢 唯一一种就是 它跟那种牛 男 然后炖得很烂的那种 加上什么土豆啊 都炖得很烂 那种 我就很爱吃 然后除此之外 那种什么鲜榨的胡萝卜汁 想想就恶心 乳酸菌 加上食物纤维的一个小饼干 是长这样的 上面有一个很可爱的小孩的头 饼干加鸡上 我是太久没吃零食吗 我觉得每一个都好好吃 就是乳酸菌那种味道 这明明是巧克力的味道啊 这个东西好圆哦 而且好亮啊 就感觉它上过 会发亮的定妆喷 就是麦克星出来的那个 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so dewy 这就是巧克力吧 然后是黑巧克力的味道 我看这个包装 我已经是直接就是芒果肉 somehow 嗯 process一下 然后就直接放在袋里的 Hello Kitty的爆爆糖 这是今天盒子里的零食的最后一样了 抱歉我吃的糖比较少 所以我现在吃呢 我知道它是甜的 你让我说什么的味道 Cherry 反正就是那种小的时候 嗯 有那种学校门口 有那种口红 你知道那种口红糖 然后你把它拧出来 然后就这样 一直吃的那种 就那个味道吧 那我说不上是哪一种特定的水果了 这个 是一个那个 磨砂膏 全部磨砂膏 正好我现在家里 剩下的最后一点点全部磨砂膏 上两个礼拜用完了 然后夏天嘛 就嘴唇没有那么干 所以就还没有买新的 还有一个 纯膜 这个包装壳长得也太可爱了吧 然后最后一个 我觉得还蛮酷的一个东西 是 什么你知道吗 我刚拆了包裹 我想说这是啥 根本看不出来 我以为是零食什么的 因为它长的就是奇异果那种片片嘛 后面图片有说可以放在脸上 可以放在脚上 可以放在眼下 就是好像是可以放在各种地方 你想要去水肿 去湿疹 如果切到眼下呢 就正好两个奇异果 放在这儿应该会蛮可爱的 我把剩下拆过的零食 给我妈拿上去 嗯 等下见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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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是凉鞋给你们看 有点象牙灰吧 就是我觉得是夏天穿那种比较干净的颜色吧 好像有一点点大吧 你们觉得累 因为我穿刚刚鞋喜欢脚就是往前伸的很前 这面包已经坏了吧 咱买的吗 你看一下吧 6月2号过期 6月7月2号吧 今天几号呢 2号 3号 还就一天 今天没什么事你自己看一下 这3号吗 我觉得夏天真的很喜欢这个玩具 这个 哪个 他现在咬的这个 又可以咬 不是 对他又可以咬又可以摸又可以玩那种 他对你笑吗 想啥呢你 我觉得这是那个的表情 线妹的表情 他今天真的不对你笑 граф 老家 为什么呀 你对他太好了 哈哈哈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呀 不是啊还真羞辱个了 Picca Boo Picca mice 打扭 прест搞 Oh temp 你可以说话呢 我们到医院来了 看毛利生 然后称一下体重 然后打下一针玉米 玉米 I will be death by I'm the side of the side 你没帽子呢 I'm the side of the side 没有帽子能入镜啊 是这只一撞还是几撞 on the side? on the side, yeah on the side 我在看 我不知道 我看什么了 中途 segu说 哈热的 你这是否好 enk我 techn雷 杜飙 对 ノ 我们就有揉啊 他还好 鸞 隆 鸞 非常 鸞 by bwd6